非洲肯亚东北部的贾瑞莎大学 4月2日遭包扎物攻击 造成至少147人遇难 79人受伤 策划恐怖攻击的主谋 为伊斯兰极端组织青年党 肯亚总统昨天发表演说 强调打击恐怖分子的决心 并宣布全国哀悼三天 4月2日位于东非的贾瑞莎大学 遭遇血清恐怖袭击 多名枪手携带大量爆炸物闯入 发动攻击 造成至少147人遇难 79人受伤 这也是肯亚自1998年 美国驻当地大使馆爆炸事件以来 死伤最惨重的恐怖袭击事件 恐怖袭击事件后 肯亚总统誓言要捉拿恐怖分子首脑 并宣布全国哀悼三天 我们告诉那些人 在肯亚在肯亚在肯亚里 我们是一种非分析 公共和民主国 那些事件永远会不会改变 我们父亲都为这国家亡死亡 我们会做到所有的事 以防守我们的生活方向 另外 青年党再度扬言要携洗肯亚 如何防范恐怖分子的攻击 已成了当局迫在眉睫的事 4月3号晚上 肯亚内政部长在首都内罗币记者会上表示 5名涉嫌参与加里萨恐怖袭击的嫌犯已经落网 并有4人遭到击毙 并誓言会将犯下147人死亡的袭击案嫌犯一网打尽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组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